各位大德 各位同修 先翻开金门403页 第二行开始 经文先念小段 请各位对一下 又三母地中 都善男子 坚明正心 魔不得变 穷胜泪本 灌笔忧情 惨扰动员 与之间中 圣嫉妒者 是人堆入 四种颠倒不死交乱 遍及虚论 这讲的还是 色受想行尸 无印之中的这个行音 那么行音呢 前面又讲几种了 今天开始研究这个四种这个交乱 不死交乱的这种 这也是属于邪见的这一门的 那么在修 修道啊 就是真正用功夫修丁的时候啊 如果这个道理不明白的话 他在用功夫 发生了个邪子邪见了 这样就是啊 坠入了外道的那种 那种邪见这种 这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也很 很严重 为什么呢 前面呢 色受想 大概 造的是外母啊 外在的天母来了 来干扰啊 这个到这个行音这方面呢 因为他的功夫已经是很不错了 那么天母来干扰啊 没有机会了 就是虽然没有天母来干扰的话 修道的人自己心中自信这种 起了邪子邪见 这个邪子邪见 一起了之后自己不知道啊 所以他就变成了外道 这个可惜呢 看经文 释迦牟尼佛把上面那个 那个外道啊 立了这个邮辩论 就是修心的人 起了这个邪见的 这个 这个 立了这个邮辩论 这个轮 这个轮跟外道相 这个相同的 把这个讲完了以后呢 接着就像这个 所谓加于邮啊 邮呢 在三母中的诸善男子 在修三母地 就是正定啊 也就是冷眼见的心 修这个冷眼定啊 修这个正定中的诸善男子啊 修定的人呢 他呢 他呢 坚定正心 莫不得便 他因为 已经把前面 色 受响 这三个音 都已经通过了 没有招摸的 这个坚定 指的他这个定力 很深厚 这个坚呢 凝聚在那里 不动 正心呢 心有这个 有一个定心在那里啊 这个定功夫是 佛家讲的正 这个时候还是 正功夫在那里 所以呢 莫不得便 那个天母啊 没有这个机会 来扰乱他 没有机会扰乱他的话 他这个时候什么呢 就是行音出现了 响音破除 行音就出现 我们现在啊 别说是行音了 响音 受音 色音 就是满满的具备了 我们把这个 这个色音 我们这个身体 就是色啊 色身嘛 谁呢 把我们这个色身 看不破呢 看不破啊 看不破 就是这个 这个音 把我们盖住 我们自己 这个 色看不破 然后 然后一直到后边 那个 那个 受响 统统在那里 把我们本性 遮盖了 我们现在这样 他这个不同啊 他这个 色受响 都破除了 所以行音 看得清楚了 行音出现了 那么 行音一出现呢 穷圣类本 他可以把这个 十二类的众生 十二类的众生啊 把所有的众生都 都包挂在里 三界六道的 这个众生啊 他的这个 生到这个 六道里边 不外乎十二类 十二大类 那么他这个 这个十二大类的众生 的根本 在哪里呢 这个修丁律人呢 他到了行音 看见到这个行音了 行是什么呢 行指的是 第七十 第七十的那个 所谓行是啊 这个 像水一样流动的 没有啊 这个 安 安住在一个地方 就拿一个行字 来 来 称呼它 所以 时时刻刻 他这个动态 第七是行音 行音的这个是什么呢 行音是 生死的根本 讲到本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性 本性是真我 本性是那个 我们人的本体啊 他是 就是如来当啊 如如不动 不动啊 他是归入到本体啊 那么要起作用的 就动 一动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 按照华言经来讲 动的时候 有两种 情形 一个是一见成佛的人 这个 随远动 随远是随远 但是不变的 不变什么呢 这个他本体的这个 不会变 我们凡夫中生呢 我们也是随缘的 我们心到处发源的 那是随缘的 随便就变 一随缘 一动就有变的 对于我们凡夫跟这个 跟佛跟圣人是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个 因此动啊 就凡夫众生来讲 十二类众生来讲 行命就是动啊 动就是生死的根本 不动就是没有生死 那本经是如如不动的 哪有生死呢 成佛的人 虽动 他不变 他也是 生死早就了了 我们反复众生啊 动就是生死 对生死的根源 所以这里讲 穷 穷胜利本 穷就了 研究 十二类众的根本 穷十二类众的根本 从怎么样研究他呢 观鼻忧情啊 常扰动员呢 就是观 就是研究 鼻 就是指的那个 第七十 就是行音 就是研究那个行音的那个 忧情 常扰动员 游是很游暗的 没有破除受响形 色受响三个音呢 这个行音他看不到的 所以他是忧啊 这个破除了色受响这三个音之后啊 这个行音发现呢 他这个行音啊 很轻 就拿这个水来比喻化 他是这个水啊 比较 比较轻一点 当然污染还是有污染的 污染没有那么重 稍微轻一些 所以这个忧情 就是指的 第七十 忧情呢 谁是忧情啊 他 常 第七十啊 一直在那里 行 行音嘛 一直在那里流动不停的 变动变动的流动 这是成为他的常态了 这个常态就是指的 他 永久在那里 变动不拘的 这个常态是形容他的那个 流动的不停 他这个流动的不停的啊 在那里什么呢 扰 扰这个动也 扰是 他本身也就是啊 第七十啊 他即使在动 动有什么扰呢 第七十我们研究了个八个十啊 第七十是 这个 有这个执着啊 他把第一八十的见分呢 当作自己啊 就这个执着的话 就自己 在那里扰乱 扰乱的没办法停下来 这是动员 动员就是指的 第七十的 生死的根源 那么这个 修丁的人呢 他就能够观察到 第七十的那个 忧情 惶扰 动员 生死的根源 我们现在不懂 现在虽然修了尾诗啊 知道第七十 有我执 有法治 讲是这样 讲自己 总是还是不大容易明了 在地里举出这个例子 就是 他是有情的 他是经常在那里动 自己就在那里 自己在那里扰 那么这是啊 动的这个 生死的根源 就是在这上面 他看出来了 就是有了这个定功 定功 使得这个形影出现了 他这个 他这个能力 才能看得到 于知见中 生基督者 之间呢 他这个 这个之间呢 也在他这个修这个 入庭的时候 俗之俗见呢 就在定中的时候 看见那个 第七十这个 那些状况啊 不能够啊 做一个一个 决定性的 这个了解 换句话说 对对于这个 第七十啊 看不明了 看不明了 就是 于知见中 就他的能力 俗之俗见之中啊 生基督者 然后他就 发生了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基督了 基督就是后边呢 起了这些 那个邪见 基督就是 分别 虚妄分别 嗯 虚妄分别 再加以 执着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说是 看明了的话 那是 当然好 他没有看明白的 就把他 那个没有看明白 的那种境界啊 生出基督来 把他当作是一个 最究竟的一个 一个真理了 那么这就是 邪见 形成了 世人 就是这个 修丁的人 他就 坠入了 四种 颠倒 不死交乱 嗯 那么这个 不死交乱呢 什么乱呢 对这个乱什么呢 是虚妄变积的 这一个 空乱 嗯 完全虚妄的 这一个 这一个 一个 一个论 一个言论 这种颠倒 不死交乱 呢 这是印度 那个时候 有外道 那么这个 那个外道呢 他们呢 把这个 天上 他们认为 有一个天呢 这个里面 古人读解 有两种 讲法 一个是 讲的 这个 散天 一个呢 这里讲 是 讲这个 无想天 我们现在就拿它当无想天来讲 那个 那个 第四参天的那个 第三层的那个广国天之中 有一处的那个 那个特殊的那个 那个地方啊 是外道 所居住的那个天 叫无想天 那么在印度那时候修外道的人呢 就把那个无想天呢 无想就是无思想了啊 其实思想有是有的 不过他修了个禅天的功夫啊 那个思想不起现行就是了 那么他就把那个无想天当作是永久不死了 叫不死天 永久不死那就成功了 那就是把他当作不想不死天 要想生到不死天的时候 那要注意了 那就说 你要想将来要生到死后之后 要生到这个无想天的时候啊 你对上啊 你随便任何人来问你的问题啊 你不能随便乱说 随便答复人家了 那你这个将来要想生到的不死天上 就是什么什么去的 那么就是必须要这个 不能乱答复 但这种有个问题 就是你不想的不能够乱答复 但是你你这个所学的这个外刀啊 所知的太有限了 那么知道的太有限了 真正正讲那个问题啊 你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的话 你人家提出问题 你怎么解答呢 不能解答 那就是啊 这个找出很多的这个 办法出来 把人家的问题也把他 把他这个避开了 这叫搅乱了 这种搅乱在修道的 在那个修外道的人呢 认为这是个办法 但是按照说法来讲呢 他这样的方法呢 就是搅乱 所以叫做不是搅乱论 搅乱的那个大夫人家 这些所打发的事情呢 都是属于遍及虚论 什么叫遍及呢 遍及是这个把任何事情呢 看不清楚 起了误解了 得把他所误解的东西啊 当作真实的东西 这叫遍及 中国有一句成语 叫做这个比喻的话 叫做悲公舍影啊 什么悲公舍影呢 比如说那个 那个那个墙壁上挂了一张弓 完完完完去去了一张弓啊 这个桌子上面呢 有一杯 这个一个酒杯子 酒杯里边呢 那个 那个 把一个墙壁上的那个弓啊 正好那个影子 印在这个杯子里边 那么这个人呢 看见杯子里边呢 这个 他不用 他不了解了 那个墙壁上那个弓 印到这里边呢 他以为这个杯子里边 一条小蛇在里边 其实认为这个杯子 有个小蛇 他就害怕了 这个蛇就对他发生作用了 这叫悲公舍影 便记手指啊 就是这一类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我们三不动神把世间万事万物啊 把他这个 这个万事万物都是因因素生法 就像那个 那个那个墙壁上弓 这个酒杯子呢 这个酒杯子加上那个酒这里面都是缘呢 因缘呢 有这些因缘合合来 让他看出来 误会是一条蛇在里面 就是因缘合合才有这个假象 那个世间万事万物 包括我们的身体 都是悲公舍影一样 都是一个假象 我们起了这个 这个误解了 再把这个误解 这些东西啊 虚妄不实的东西 当作真实的 这就是边际 他这个不死脚乱论呢 就是边际之论 边际论什么呢 是虚论 一点事实都没有 是个虚论 行人呢 看出有四 这个第一条里面就有八种啊 八种那个 这个处乌的 见之间 我们看啊 一的世人观变化远 见千流处明知为变啊 见相续处明知为横 这是两种见 他说 第一 那么 这个修订的人呢 在殿中他要研究了啊 那么起了这个基督的人 他首先要看了 观变化远 观变化远就是 观那个地气师啊 这个行人呢 变化远就是这个 生死变化的这个 这六道理会 轮轮轮回生死这些根源呢 那么他呢 看见这个行人呢 千流出 千就是从这里 千移到那里 流是那个 那个心中 那个千 千变的 像流水的呀 没有停止的时候 他就从千流的 这么一个 这种状况呢 他看见了 就明知为变的 就把这个行影啊 看着一个变 这个变动的 这么一个 一个状况 看出来了 这就把他这个 叫做一个变 但是呢 他又看到了 见相续处 明知为恒啊 看见那个 第七师啊 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 相续 就在那 连相续都不会 见端的 就从这个 相续不端的 这么一个状况啊 他又把它叫做 这叫恒 恒就是长啊 一个是 变 变化就是无常的 恒呢 就是长的 他看见这两个现象 两个现象 就是矛盾的了 同样是个形容 又是无常的 在那变动 又是在那 恒常的 在那不变动 其实这两个看 都没有看到一个 一个变 一个恒 这两个 就根据 这个两个 再扩通扩通的来啊 加于协见 下面有六种 这六种 各位看 那么这个 见所见处 明之为生 不见见处 明之为灭啊 见所见处 什么呢 所见是 这个修丁的人 他的能够 他能见到的 范围之内的 比如说 前面讲的 他修到这个程度啊 可以能够看见 八万节以内的 他自己 以及众生的这个 生死啊 就是第七师 这种变动 这些 这些状况 他看得清楚 八万节以外了 他的能力就不够了 看不清楚了 八万节以外的事情啊 众生也好 这个世间 一切事情呢 他看得是一片茫然的 看不到了 看不到 不见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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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话 怎么会消闻法的呢 这就是这个 见不见处 不见见处 就把这个字啊 稍微变动一下 就见不见处 那就是修丁供的人呢 他所见的是 不见的 不见的八万节以外的 他不见的 他见到不见的地方啊 那个就是 终身生死都看不出来了 那就灭了 这叫生灭的一堆 名之为简 如果详细的讲啊 生灭一灭 有四个 四个觉着 先是这个生 生起来以后 但是一个停灯一个时候 读 有读 然后在这个一 一就转变 一了之后 再就是 就是灭了 生读一灭 生灭 灭了以后又生 这是就万法 就是这个过程啊 简单的讲 生灭了 就我们有群众上来讲 普通简直上讲生死 那么详细的讲到讲 生老病死 生以后 然后长 然后老 老的时候 再有病啊 哪个老年人没有病呢 不能说老的时候 有老就直接都死 没那么痛快啊 老的时候怎么有个病 病的时候要死的时候 病得很痛苦 所以生老病死 这四个阶段 人人都有的 那除非是特殊的修道的人 功夫好 那灵动的时候啊 就不会有病痛的 否则一般人都有啊 所以这里这个 就是生诸一灭 那么这个 就生诸一灭之间呢 这个生起来的时候 这个然后就灭了 但是这个 这个生起来到灭之间呢 他必定有一个 有一个阴在那里 不然的话 生诸一灭 他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呢 他怎么连得起来呢 能够把生诸一灭 能够连得起来 就简单的说 就把能够生与灭之间呢 灭以后又生 生以后又灭 生灭之间 如果没有一个东西 把它连了起来 这个生灭就断了 因此他讲 生这个中间呢 前面这个生的灭已经灭了 这个后边的灭呢 怎么个生起来呢 这个当中有灭的 所以这个当中有不断除 这个相续之灭呢 这个相续之灭 这个灭是相续的这个 这种能力 这种因 它这个不断 把这个生灭这个 相续不断的这个 这个灭呢 叫做灭 就灭加一个 一个因进去了 这叫做灭 可是 它虽然这个 这个 生灭之间 有这个 有这种能力 有这种功能啊 把它灭进去 使得生灭 那个相续啊 可是 生灭相续之中啊 中间还有一个 一个距离啊 究竟它不是一个 一根线呢 它中间一粒一粒的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有 这个 生是一个 是一个 一个东西 你也是一个东西 这两个是独立的一个 单独的一个体积啊 这个生的 与灭的 这两个体积 它虽然是 有一个 拥在来 把它联系起来 可是 就这个联系 这种 生与灭之间呢 它有一个 还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叫 灭 还有分离的地方 还有 有所 这个 这个 间隔的地方 这个叫做 简 那么从 不断的地方呢 叫做 增 就要有 分离的 这个 这个情况 来看呢 把它叫做 简 这个 这两种状况 它看呢 也是 我现在起了 误会了 你们又把 第七师的 第七师 就佛法来讲 它是这个 这个 相续 相续不断的 相续不断的呀 它这个 这个中间呢 没有因 也没有 这个 也没有增加上去 也没有减少去 它本来的状况 就是如此 对 它把它这个 另外加上 一个增 一个减 这是它自己呀 我想自己 加上去的 这是一种邪见 你这个 了解的 可以从这个 比喻啊 看 第七师 前面讲 它是在前流啊 就像那个流水 往 从上往下流啊 流水 你要用那个 用那个科学分析 流水 它不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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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面积 就往下 整体 就往下流啊 它是力状的呀 微力呀 一力一力的 很维系这个力 力状的东西呀 它很多在一起 流得很快 在我们人的这个眼睛 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 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东西呀 在那里流动 你分析的话 它是个 它是威力 威力是那么一个 那个 那那一种东西呀 在那里流动的 那么这就是前流 前流的话 从它这个 相续不断的来讲 就是 看见是我们 看不出来 其实啊 它中间有 有空隙的 为什么有空隙呢 水一动啊 它就有空隙 如果它没有空隙的话 空隙在里边 在水里边 就不会 就不会通过的 所以不过这个 水的密度啊 比这个 这个金 金属品还要 还要细密 所以细密啊 它中间 有空隙的 那么这是我们了解 它状况可以的 你不能说 它中间有空隙 有离处啊 它就是减了 那么有 这个相续不断的话 另外加上一个音在上面的 这就是一个 邪见的 加上两个不必要的 那个 那个 那就是编辑素质的 那么一个邪见 按照佛法来讲 你了解这个 这个音乐的 就是状况 啊 音乐所生法 这就行了 这个 你这个之间 就是正直正解 它加上一增一减 那就是二位加上的 那就是卑躬摄影 那就是起了五节 五节了 下面又有一队的 各个生处 各个生处 明之为有 互互亡处 明之为五 这个王呢 多五也可以 王是灭王 就是灭的意思 灭的就是五啊 所以也可以多五 那么就这样 呼呼呼出了 各个生处 就是他这个 修定的人呢 看见那个 众生 当然包括他自己的 这个狄气师 在这个 生处 生处一面的 这个生命的生处 从生处来看啊 这个 每一个众生 都有这个生处啊 从这个感觉都有 呼呼呼出呢 呼出去灭出 灭亡的这个灭出 明之为五 呼呼呼 这个稍微 再辨别一下 有队前呢 这个 呼呼呼 也等于是 各个五一样的 那前面是 各个生处 是每一个众生呢 各个生处 那么这个乎乎无助人 如果就是跟哥哥是一个样子的话 似乎不大容易了解 因此还要稍微点点一下 前面不是讲这个 有生有灭有生有点吗 就拿这个生灭来讲 同样是个第七世 第七世有生的现象 有灭的现象 那么这个生之中啊 没有包含这个灭 灭之中也不包含生 换句话说 生没有生中没有灭 灭中没有生啊 生灭之间没有互相包含的意思 叫互 互互 每一个东西呢 生灭之间呢 这个第七世的生灭这个状况呢 生生灭灭彼此 生并不是有莲花呢 你能有事情也不不互相包含有点 这是互互亡 互互亩 互亩 互互亩 互亩互亏亩亩亩亩亩亩 谗友谷 嗯,別見了,上面一共講有八種邪見,八種邪見有四種這個四個對待的,就是相對法,相對的這個邪見 這個,如果以這個形容的這個整體的這個理啊,來觀察的話,都無管,都無管是讓這個,把它這個就這個理上面呢,來統一的啊,整體的來管,叫都無管 那麼這個用心呢,這是別見,就從這個低七十,整體的觀,低七十的心音呢,觀的不夠明了,然後就這個銅棺上面,在這個開出來這個八種邪,邪見,這就是別見 用心呢,用什麼心呢?用的虛妄分別的心,嗯,這個虛妄分別心呢,在一禮觀的時候啊,用的不對,嗯,觀錯了,然後才用虛妄分別心呢,然後起了這個,這個八種邪見 所以自己這些,起了這些邪見呢,那麼由求法人,來問其一 求法這邊就是來,向這個修定的人呢,他的定的功夫也很好咯 那麼來向他求法,來問其一,來請問他這些,啊,這個修行的這些道理 答言呢,他就答說,我今一生一滅,一有一物,一正一見 他說,我現在啊,我答應你啊,嗯,你說這個,生也是有這個道理的 你也有道理的,有無,啊,正眼都有道理,這都是我所見的,我所見的這些道理都,跟你說,都能夠說得,說得過去 但是,與一切世界亂其語啊,為什麽說這個,一生一滅,也有一物 不給他一個肯定的一種答法呢?就是因為他所見的啊,有這些個不同的邪見 沒有一個一定的這個,丁在一種這個邪見上面,嗯,所以他這個答法人家,也是這個,也是那個 用在一切的時候,就亂其語啊,無論在什麽時候啊,不管誰來問他的話,他就用這種方法,來答法人,不確定,嗯,就亂其語 這樣呢,另一切人,也是當局啦,另一切人,就是到他面前來請教的人 另那個,另哪個,另那些個,出現在在他面前的人呢,叫他什麽呢? 一絲章句,一絲,怎麼叫章句呢?我們中國人讀書啊,不是個讀經讀書啊,要不要斷句 章是,這個章這個,有這個,有這個,有章法的,有章法就有刺激不亂的 嗯,就是啊,這一句話,發了個句點呢,表示這一句是,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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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決定的一個,一個定文了 嗯,他叫那些人呢? 他叫那些人呢,一絲的章句,既沒有章法,也沒有一個決定的一個,一個意義 讓他,得不到,得不到,得不到就是一絲了 這個,這個第一種,四種顛倒是第一種 嗯,這個第二種呢,就比較容易一點了 二者啊,二者啊,誒,深恩地觀其心,户户無諸 這個修定的人呢,地觀其心 就是,觀察的這個心,就是他的第七師啊 來,觀察,也就第一是很用心的,很深,很深入的呢,來要看清楚,就第一觀 那麼觀這個,第七師,户户無諸 户户無諸啊,就跟前面講的啊 彼此,這個這個,生滅之中互不相,互不相包含啊 生之中沒有滅,滅之中沒有,沒有這個這個生等等,這些類的 啊,那麼這個是五 因五奪正,就因為這個五啊,他 這個正實在不是真的正啊,他以為正過了 他以為這個五啊,他得了正了 因此有人來問的,唯一答一個字,只有答一個字 但,這個五啊,任何一個問題來問的話 他只以五字來答覆人家 除五字語啊,無所言所 除答覆一個五字以外,別的一概不答覆 這就是從滅,滅無的這方面,看見有得到這個五了 第三呢,這個人呢,地觀基因各個有出 他看見這個,生啊,生就是有了 從有出,因而有得正 他就在有這個上面呢,得到這個正啊 他以為正過了 有人來問偉大一字,單言其詩啊 單言其詩,拿個詩字來當,呃,代表有 任何人來問任何問題啊 他就是詩詩詩詩 除了詩詩詭呢 就除了這個詩詭詭呢 除了這個詩詭以外啊,無所言所 其他語該不說 這個詩詩詭詩詭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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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五,他从五上面正到他的境界 那么第三从有这上面正到境界 这个第四啊,有五这两者 在这两者聚见了,两者都见了 其今呢,至故 但是这里啊,有五这两者是相反的 知是什么呢?就是书啊 书一个主干,主干他伸出知子来 知子就不同的了,就分知了 那么这个,他虽是由无俱见的 但是他真正的这个中心的思想啊 他拉不定主义,就像书也有知子一样的 那么其心一乱了 这个时候,他心是乱的 没有同意 没有同意的心就是拿不到一个定见出来 就乱的 心里就这么乱了 有人来问 假如有人呢,来求道的人呢 来向他问道啦 问道他怎么答不呢? 答应 一有即是一无啊 为什么呢?有就是生啦 即是一无什么呢? 生必然有灭啦 这个他这个 这个话也说得过去啊 人有生,生就有死嘛 人有生,生就有死嘛 人不动生,有生就有死了 所以说 一有也就是一无 下面呢 这个 一无之中 不是一有了 前面讲 一无就是一无啊 有生就有灭啦 一无之中就灭了之后啊 不是一有啊 那就说 人死了之后 不禁止又生出来啊 你不是歇别嘛 按照佛法来讲 生老病死 死了以后又有 再转世又生啊 就是 这样才在六道里面 才轮回啊 他这种之间呢 一无之中死了 死了之后 当然他说 也有再生的啊 他说 不是你也有啊 也是这个当中有 有例外 那吃之后 也许也有 不会再生的了 意思就永远捏了 一切搅乱无用穷疑啊 他就拿这些一个答复的话 来搅乱这个 来问的人 让那个来问的人呢 没有办法在穷 在这个一直这个追问下去 穷疑就是一直追问下去 他用这两个 也这个也那个 他自己去自缘其说 有个结论 由此嫉妒搅乱虚无啊 上面所讲的那个四种 那种搅乱的虚无 都是啊 这个虚无就是只虚无有了啊 完全是不是真实的了 所以他就堵落到外道上去了 你看这可惜呢 他修的本来是 好好的修的定功嘛 修的我就是理路不清啊 不明了佛法这个那个那个道理啊 他只想在用功 你用功啊 用功不明你的话 这个这个这个 盲修下列 修出这些问题 所以堵落到外道上去了 所以啊 这个叫做什么呢 第五外道 这是第五 第五 第五 第五种的了 前面讲已经讲过第四了 四种了 这个第五外道啊 叫做四颠倒心 四种颠倒 基本讲的 这个四种颠倒心是 这个他的原则叫做不思交乱便积虚论 把这个不思天 当作这个修行的最高的一个目的 要送到那个天上去 他在修行的时候啊 就用这些交乱的这些理论啊 来打扮人家 自己毫无这个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确定性的一个知见里 这些他这个角落的知见呢 就是遍积啊 完全是虚妄分别的这种执着啊 虚论啊 这个虚假的这种 这种论调啊 这个行音这里所讲的 这些事情呢 都是从修道的人自己心里 习着邪知邪见 本来我们学净土宗的人呢 不会到天母的 但是不明佛法这个教理的话 修的学的话 自己也这个很麻烦的 走上这个邪知邪见上来就是 那就是麻烦了 所以这个塑料这些也特别足异了 今天就讲到这个理论 对 对 好 好 对 对